这就是你是搞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 还是搞实际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民主党已经认为自己是有理想 你老是管别人国家内政如何 当然没有错啦 沙烏地它的体制跟美国是连来源摆册 其实过去美国政府也都是真一之眼 必一之眼 常来都是双重标准 对 沙烏地阿博今年三月的时候 一次处决81个人 对不对 里面很多外国人 还有本身的政治犯 内部的政治犯 他都给他枪毙 他都给他处决了 那美国当然有意见啦 对不对 那别的国家他有一件 为什么碰到沙烏地阿博他们有一件 像民主党他就觉得这个价值很重要 美国是这个民主价值的捍卫者 人权的捍卫者 所以民主党里面就认为 就是说现在是沙烏地政权 手上沾满鲜血 尤其他现在是个王储 沙烏地王储 在几年前吧 就在土耳其的沙烏地中林寺馆 就把一个这个沙烏地的一个 其实是牛 这个是Washington Post的记者 常常写文章攻击这个沙烏地王室政府的 这个记者哈少奇把他在里面活生生把他肢解了杀了 后来美国研究调查出来说 这个王储脱不了关系 那当然当时在川普 川普是讲地缘政治 不讲意识形态 他就说轻描淡血就过了 可是拜登上来跟他民主党人就对这件事 就说一直有心里面有芥蒂 所以对于沙烏地阿拉伯就没有给好脸色看 曾经拜登曾经有一次公开的说 我不跟沙烏曼这个王储打电话 我的对口是他的爸爸 是沙烏地国王 这个王储我不跟他打交道 盐油在尔 现在美国需要去 在原油的价格上 产量上 要沙烏地 只好遗尊就教 亲自到沙烏地去 可是沙烏地现在有几个问题 对美国也是充满疑据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这个王储的继承问题 沙烏地这个国家 虽然是沙烏地阿拉伯很有历史 沙烏地这个国家建立到现在 还是第二代的统治者 这个王朝是第二代 第一代的老王创建沙烏地这个王国 然后他死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王位继承的办法 他的金科玉律就是 胸中帝籍 也就是说你们谁要继承王位的话 哥哥干完了 只能传给弟弟 那这个几十年下来 因为老王虽然 妻妾如云 所以他儿子很多 所以到现在最年轻的也八九十岁了 就是在兄弟间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 都还传不到第三代 不传 从来没传过第三代 所以你记得 只有沙烏地的国王过去感觉上一上台都是七老八十 因为他都是老王的儿子那一代 老王儿子可能他的儿子有六十岁的儿子 有六岁的儿子 这中间可能会差六十年 可是这个经过六十年以后 这个中间儿子也都七老八十 那势必要传给第三代了 第三代没有这个金科玉律 然后他的这个王子又分了好几个派 现在这个派是比较大 因为一个妈妈生不了几十个儿子 是好几个 几十个儿子生了不同的 所以他有不同的这个 所以这个王子中间也有很多派别 那这一派是最大 可是他没有老王的金科玉律 他要把王位传给他这一只的儿子的话 他的正统合法性就会受到 所以他这个过程是一个会有一个 可能会有内部造成争议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国际社会 尤其像美国 保证不要来 躺这个混水 来在里面怎么样 支持哪一个 支持哪一个 然后制造他们内部的混乱 而且希望你就直接支持沙罗门 现在我美国给你坚强的支持 有了这个美国坚强 可是美国像拜登 过去就没有这个说法 还给那个沙罗门小鞋穿 后来我不跟他通电话 他不是我的对手 那你不就否决他的这个 继承人的位置吗 而且现在完全沙尔地的政治 已经是沙罗门这个王储 在全方位的接管 那所以就是说 美国如果不对沙罗门做出 一种效忠支持 那事实上沙罗门的话 他也会有所保留 另外一个美国基本上 国内有一个非常 尤其民主党有一个反沙罗门的 这样子一群人 他们认为沙罗门这个人 有问题 公然谋杀这个记者 这个人权有问题 那沙罗门内部有很问题 这个国家不民主 不自由 不透明 不开放 对沙罗门 对沙罗门 不存好感 这是问题 那最近前一阵子美国的 应该是参院的司法委员会吧 通过一个所谓的 Nopax的一个法案 只是司法委员会了 他还没有变成全院的 Nopax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有权授权美国政府 去制裁操纵国际油价的国家 即个人 那这什么意思 美国有什么权利去操纵国际 去制裁这些 你又不是世界政府 可是美国就是这样 这个又有一个问题 就变成说 这些沙罗地国家 这个国家跟他王室 两笔财富 很多都放在西方社会 你如果制裁起来 你又搞一个 今天针对俄罗斯的这种方式 制裁俄罗斯人的海外资产 那沙罗地阿拉伯 这个资产统统泡汤 所以他们对于 这个美国政府 这个法案也是非常反对 那所以他们之间矛盾很多 那当然现在拜登这次去 我想就是说 基本上目标就是 要你增产 那问题就是说 就沙罗地阿拉伯的话 那你要给我足够相对的保证 所以看起来如果成型的话 双方之间应该 事前的双方的谈判 应该是顺利的 最后才会有交换条件 有交换条件 那不过我认为可能沙罗地认为就是说 你这个拜登来 你不要再当场跟我吐槽 说我这个王储有问题 你让我在我的国人之前 我的威信受损是不行的 那不但不行这样 那你还要讲我几句好话 你要背个书 表示你支持我杀了吗 我想这个对拜登来讲 应该不是难事 所以可能美国的一些反杀的一些 所谓的这些民主党的这些 这些参议员已经听到丰盛了 所以出来 来对这个 对这个拜登的这此行 先把他批评一下 那么也有批评的曼南 曼南提尔说 你这个前居后宫 你去了就是做了 你要去做他的这个好 好乖儿子吗 还是乖乖牌吗 已经开始有人对 美国内部 对这个拜登去沙罗地 已经有这个反对的声音出来了 对这个